婚後滴酒不沾 你答應過這個 對 怎麼會答應做不到的 我這個時候怎麼會答應這個呢 你根本沒做到啊 她做到了 那你當時說了什麼 最濃的 最濃的 沒有 那個時候因為真的是 要結婚的時候 因為咪咪媽也有來嘛 婚前她就很擔心說 覺得說我們這種兩光身體 真的兩光身體 到時候真的咪咪要照顧我們 或什麼的 可能會有些危險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純粹說 好 那以後真的是滴酒不沾 就是因為她說了 所以我覺得OK 因為男生如果能戒… 叫她戒酒 戒色 所以就這樣 真的要破 哈囉 好破 妳才幾乎妳看好破 好吹妳嘛 妳看她 對啊 就怕她酒後亂姓 怎麼會這樣 不是啦 我說不色就應該不是男人 我覺得通常都這樣子 但是就是有輕重嘛 只有那個小人跟君子的差別 對… 對 所以我覺得戒酒應該對 對她來講是如果妳要成為一個男人 就是好男人負責的男人之後 要變爸爸應該是 應該很簡單就要做到的 對 可是她後來既然都沒有 都沒有 對 就是還是 只有很多包啦 尤其是在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她可能有產前憂鬱症 她就是每天… 妳懷孕… 她產前憂鬱症 對… 這是什麼啊 沒有管到我 然後她就是可能沒有辦法說 我覺得應該是她驚痛 對 好痛喔 還寫了一首歌 驚痛的感覺 對 驚痛的感覺 所以她就是會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紓壓 就會自己每天在家 可能就開個一瓶喝 所以我一瓶耶 香檳 一瓶我覺得有點嚴重 太多了 有點過量 對 我覺得有點過量 我也有點上癮 感覺如果妳一直這樣子下去 就是不行啊 整個家感覺都被她喝垮了 對 對 而且妳還有發現她長久 對 我有發現 就是有一次我在打掃 然後因為那時候 就我們要搬家嘛 然後我就搬 就想說怎麼那個地方 就是有一個多一個木頭板子 家裡 夾層 夾層對不對 對啦 我的家牆是柱子妳知道嗎 妳好聰明喔 對 看起來就像一個柱子 住在那邊 然後你知道因為你搬家 你要搬家的時候 每個角落全部都要清空 我就敲…空空的聲音 一定不…裡面好像有東西 不單純… 對 我就這樣硬 拿那個蘿賴把這樣子敲 把它拉出來 就發現有酒 那我想說到底是什麼回事 怎麼就長了幾年 何必啊 對啊 何必 十手四航 長這麼多年 國旗還是被拿走 對 當事人 妳就婚前承諾不喝 就不要喝了嘛 對 可是我有盡量 但說實話 有些這種難過的日子 喝一喝… 隔天真的事情那個問題就不見了 你知道嗎 最好是 真的嗎 你只是… 你只是難過不能喝對不對 難過的感覺就不見 就像好像又可以過一天了這樣 最近真的是 有女兒以後真的差很多 因為有一次我也是 不知道去參加婚禮 回來小喝一兩杯 回來以後就是要抱我女兒嘛 結果一抱以後 可能身上有一點那個味道 酒耶 然後就要把我推開 當那個時刻開始 我都決定真的要戒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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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